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赢得了议会选举以来 穆沙拉夫一直受到要求他辞职的压力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许多巴基斯坦人在电视上观看了穆沙拉夫宣布辞职的实况 穆沙拉夫为自己执政巴基斯坦动荡的九年做出了辩护 他反驳说对自己的指控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不过人民对穆沙拉夫最初的裁决并不友善 在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 许多人听到穆沙拉夫辞职的消息以后 立刻开始举行庆祝 包括财政部长塞伊德在内的一些政治对手们称 穆沙拉夫的辞职是民主的胜利 我认为我们为实现这一天付出了长久的努力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对全国来说是幸福的一天 我希望联合政府能够将精力转向解决这个国家的其他问题上面去 穆沙拉夫是美国反恐战争的重要盟友 自从1999年以不流血的政变夺取政权以来 一直主导着巴基斯坦的政治事务 美国白宫发言人约翰·德罗说 穆沙拉夫宣布辞职以后 布什总统还没有与他直接通话 不过他表示美国坚定地支持一个强大和民主的巴基斯坦 布什总统欣赏穆沙拉夫总统在巴基斯坦民主转型中的作用 也感谢他打击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组织的决心 布什总统期待着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巴基斯坦 所面临的挑战的领域与巴基斯坦合作 巴基斯坦的传统对手印度谢绝对此表达观点 印度外务部长沙马表示 谈到巴基斯坦我们非常明确 我们将继续与巴基斯坦政府和领导人对话 不管谁是总统和总理 巴基斯坦的执政党自从去年二月份赢得选举以来 一直在努力将穆沙拉夫赶下台 他们指责穆沙拉夫在2007年实施紧急状态统治的做法 违反宪法 穆沙拉夫利用这一措施解除了一些大法官的职务 他的做法被政治对手们认为是为了消除对其连任总统来自司法方面的反对意见 巴基斯坦议会事务部长法鲁克诺克说 穆沙拉夫的辞职证明民主在巴基斯坦是有活力的 民主会以其真正的意义在巴基斯坦发扬光大 巴基斯坦人民将保障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法治和议会至上的体制 目前还不清楚谁将接替穆沙拉夫的总统职务 联合政府领导人在伊斯兰堡会晤 讨论了一系列没有解决的问题 其中包括重新恢复被穆沙拉夫解职的法官职务 以及是否起诉前总统穆沙拉夫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巴基斯坦执政联盟领导人今天将讨论替代穆沙拉夫的总统人选 穆沙拉夫在星期一辞去总统职位以避免受到弹劾 前总理谢里夫将参加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会谈 谢里夫在穆沙拉夫1999年发动的政变中被推翻 谢里夫今天被问到穆沙拉夫是否会由于被指称在任内犯罪而受审 他暗示可能没有必要这样做 根据巴基斯坦的宪法 巴基斯坦四个省级议会和全国议会必须在30天内选出一名新总统 目前还不清楚巴基斯坦执政联盟的两个主要政党提出的总统人选是谁 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苏姆罗已经担任了代总统一职 在格鲁吉亚进行报道的记者表示 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军队正从格鲁吉亚的军事要地撤军 尽管如此俄罗斯军方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撤军 一次同时美国国务卿赖斯星期一表示 美国及其盟国不会让莫斯科在格鲁吉亚得逞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格鲁吉亚电视台说 这些画面显示俄罗斯装甲车撵过停放的格鲁吉亚警车 电视台说这一事件星期一发生在中部城镇伊哥提 在格鲁吉亚的记者表示 他们还没有看到俄罗斯军队根据最近达成的停火协议撤军的迹象 俄罗斯官员则表示他们已经开始撤军 俄罗斯中将尼克莱·乌瓦罗夫星期一表示 俄罗斯正在重新部署部队 而不是从该地区全面撤军 撤军是指从该地区全面撤出 就像俄罗斯从东德撤军那样是完全和永久性的 撤退是指在同一地区重新部署部队 这次我们是把部队撤出格鲁吉亚 重新部署到南奥塞地地区 如此而已 这个月早些时候 格鲁吉亚派遣军队进入争取独立的南奥塞地地区 俄罗斯军队随后闯入了格鲁吉亚 根据由法国主持达成的停火协议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都必须把军队撤回 8月7号战火爆发之前的驻地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星期一警告说 格鲁吉亚可能面临新的报复 我们绝不允许有人认为 他们可以杀害我们的公民 军人和和平使者而不受到惩罚 如果有人想这样做 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 俄罗斯发言人否认了 有关俄罗斯在南奥塞地部署短程导弹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格登·约翰德罗 没有直接就此发表评论 靠底大的包约 我们可以解决 了 感谢观看